六年时间从背景版成为白百合身边男主 肖战到底付出了多少 近日 电视剧交扬伴我开播 其中肖战白百合进舞的这幕 简直让人感慨颇深 要知道同样的场景 早在六年前的《捉摇记》中 就已经上演过一次 只不过由于彼时的肖战 没背景没人脉 所以拿到的只有一个几秒镜头的群众演员 虽然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只是跟着一大群人乐呵呵跳舞一闪而过 但肖战还是拿出了12分的努力去对待 后来《捉摇记》发布会上 白百合身为女主角站在最亮眼的舞台中间 而肖战却只能隔着人海与其遥遥相望 事实上 在他还没去参演影视剧电影之前 就已经在他的团队里站过了不少边边角角 即使有幸得到了一次发言的机会 也会被人群挤在最后面 根本没有镜头感可言 哪怕是再重大的场合 他也依旧是被镜头一扫而过 然而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未来竟然在娱乐圈红透了半边天 甚至还纵身一跃成为了顶流 2019年 一部陈情令的爆红 算是奠定了肖战在影视圈的地位 也成功让他成为各大平台的宠儿 一时间 资源活动源源不断 可仅仅不到半年时间 就爆发了轰动全网的277事件 最终肖战的各种活动和商业代言被迫叫停 甚至连他自己都销声匿迹 彼时人们本以为肖战之后 会和所有经历过网爆的演员一样 退圈过回素人生活 怎料他在2021年时竟会浴火重生 带着一部话剧如梦之梦 重新杀了回来 用实力惊艳了众人 由此可见 肖战的成功并不是所谓的一夜成名 全是靠他自己在背后始终如一的努力与坚持 最终 他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成为了圈内高攀不起存在 看到肖战飞一般的踩点下班后 才明白娇阳伴我为何能火 剧中肖战饰演的男主角盛阳 是一位出入社会的新人 每日拿着4000块钱工资 连纳税起征点都够不到 其爸妈也不是什么非富即贵 一个是超市收音员 另一个则是环卫工人 家住上海老婆小 出门上班挤地铁 衣服专挑打折的买 甚至就连请客吃个饭 都得先掂量掂量钱包 而再看杨颖在我的真朋友中 虽然其身份设定只是一个月薪2000的打工人 但他住的却是上海市中心最贵的公寓 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东方明珠 与此同时 他还经常吃着几十块一份的自热火锅 要知道 人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都恨不得一个馒头分成两顿来吃 甚至就算是自己做饭 煮泡面都要比昂贵的自热火锅要来得省钱 而出现相同状况的 还有李兰迪主演的孟茴 他的设定也是一个没钱没事的实习生 但是他住的也是北京市中心 精装修的豪华富士公寓 倘若说这样都能算穷 那普通人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又算什么 算难民吗 当然 除了这些以外 娇阳伴我中过于真实的场景POA 也是让观众们看得血压飙升 领导轻轻松松几句话 就让盛阳牺牲周末时间继续加班赶工作 哪怕他已经加班加到精神恍惚 却还是不敢反驳领导一句 后来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 成果却又被领导给白嫖了去 按照遗忘偶像剧的发展套路 想必此刻男主早已起身 开始声嘶力竭的为自己伸张正义 可盛阳不同 他只是一怒之下怒了一怒 之后便再无其他 这副忍不了领导欺凌 但又舍不掉这碗窝囊饭的模样 简直不要太真实 或许也是因为太久没有见过偶像剧里 能有如此正常的普通人 和如此真实的生活状态 所以这部剧开播后 口碑才会一路飙升 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 同样是演肖战的亲密恋人 把白白和和杨子放在一起 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近日肖战白白和主演的电视剧 焦阳半我一惊开播后 便迅速引发了热议 一是因为两人的范围 二来则是因为两人在剧中 几乎没有什么CP感可言 要知道 如今的白白和已经39岁了 其面容早已不似从前那般娇嫩 反而还处处透露着疲惫 整个人的状态也是稍显悄 而肖战就不一样了 虽然他也已经步入了30岁 但其各方面状态仍很佳 根本看不出来年龄 所以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下 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搭 事实上 近几年这种姐弟练题材的电影剧 一直层出不穷 不少圈内人都纷纷前来 想要吃一口这个圈子里的红利 只不过演得好还行 如果演得不好 还可能会遭到反噬 文立那丫头便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白白和的演技 在圈内一直是没得说 其台词功底也是一绝 但大众们所喜欢的是 比较吸睛的CP画风 让人一眼就有的磕的欲望 所以焦阳半我 就给人感觉少了点什么一样 而反观肖战之前跟杨子 合作过的那部《余生请多指教》 虽然在这部剧中 两人并不是姐弟恋 但同样是都市爱情题材 同样是演肖战的亲密爱人 两人不仅站在那儿 就十分的扬眼CP感爆棚 而且在片场的互动 也更是令人直呼猴田 所以屏幕前的你认为 肖战跟谁更有CP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